好不過接下來這消息也令人心情沉重 這是海地大地震之後 台商張永忠的四歲女兒一直是失蹤的狀態 而中天記者呢抵達海地 第一時間趕快前往查看 也來問個究竟 結果傳來不幸消息 小女孩證實罹難 也成為這次海地地震當中首度罹難的台灣人 接下來看非常辛苦的張國華 來自海地太子港的報導 當台灣搜救隊和媒體記者 中午抵達太子港的時候 無論是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張台甫 還是台灣海外工程公司副總張詩琦 都拿著一張巡人啟示 對失蹤多日的四歲小茉莉 重回父母的懷抱抱持希望 可是到了晚上八點半過後 張詩琦副總接到孩子爸爸帶來的噩耗 大概就在五分鐘之前 我的行政組組長張永忠來跟我哭著 來跟我回報 就是說已經早到下午少晚之前呢 已經找到他女兒的遺體 是被加拿大法國的那個救難隊呢 在那個離難的現場的附近找到 海外工程公司行政組長張永忠 地震前因私回國 結果女兒茉莉地震時 因為房屋倒塌而失蹤 可是瓦礫堆裡搜尋了一遍又一遍 就是沒有發現孩子的遺體 結果16日下午被法國和加拿大的搜尋隊發現 孩子的媽媽看到後都不敢告訴剛從台灣趕回來的先生 我今天下午帶著探險隊大概六點多回來的時候有看到他太太 所以小朋友不幸成為海地地震中被證實的第一位台灣罹難者 張世綺副總目前全力安撫 剛腸寸斷的孩子父母親 我也很難過的接受這個事實 我也只能夠站在主管的立場 就是安慰他 然後也也請他把他的太太 還有他的親戚呢 接到我們的營區 我們暫時把他安撫 然後暫時讓他們在這邊騎身 我們希望能夠給他們得到最好的一個物質 或精神上的一個的照顧 中天新聞張國華綜藝廷 海地太子港的報導